請教異善喔 中國對台灣的這一個攻擊跟影響 不僅僅是網路平台 今天媒體也驚爆 特定新聞台的政論節目 直接讓新華社的記者進到棚內盯場 那事實上呢 這一個新聞台的經營者跟媒體老闆 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策 主要的原因是交換了在中國的投資利益 沒錯 今天看到報紙馬上嚇了一大跳 全部驚醒起來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在根據今天的自由時報裡面的報導 有一個資深媒體人爆料 爆什麼料呢 他說有一個操著中國口音的男子 跟電視台每天每週開一次會 定了每天所謂的政論節目的主題 包含議題 包含標題 所謂的標題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主持人後面的出賣台灣 新華社指揮台灣新聞台 這樣的標題他都要管喔 都要開會來管 甚至是每一個政論節目 名嘴的腳本 甚至他會在現場盯場說張一善講的不夠好 張一善請向台獨 所以下次不要請張一善了 這些東西幾乎就是一個電視節目 政論節目製作人的工作 而這個製作人是誰 這個製作人後來他這些所謂的電視台的員工 跑去查了之後 發現竟然是新華社的記者趙博 而新華社只屬誰 只屬中共的中宣部 所以這個是有史以來台灣第一件 你說中國所謂的紅媒 滲入台灣至少還會尊重台灣的製作單位 這是第一次直接是指揮台灣的電視台 指揮台灣的製作節目 指揮台灣的所有的政論節目 必須要按照他的腳本來演出嘛 所以已經違反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這個規範就是說我們不能跟中共來製作相關的新聞節目 而如果製作相關的新聞節目 你就違反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嘛 所以這個事情一爆發之後 大家就開始猜測到底是哪一個政論節目 目前的線索有一些叫做老闆是女性 她在中國的投資利益為交換 而且是一個代狀節目 好這是其中一個線索 另外一個線索說老闆只好做土地開發發大財 那中國土地開發不完 好不管就這兩個老闆 對就這兩個老闆有可能 普通老闆來我說明我對這個新聞很有感 普通老闆怎麼可能放外人進盛棚丁棚 你不要說新華社的記者 你阿貓阿狗外人都別想進 所以易善這實在是很離譜嘛 普通的政論節目怎麼可能放任何外人盯上 對這其實就是為了商業利益 直接給中共指揮 直接給新華社 製播的一個政論節目嘛 我們先不要推測這個政論節目是誰 NCC第一個一定要強力的介入調查 進行行政調查嘛 而且我打個岔 這根本國安單位要直接查啦 沒錯因為NCC還只是行政單位 然後電視台還可能造假一些文件跟報告 事實上國安單位要直接監控 怎麼可能放一個新華社的記者 到新聞台的攝影棚丁棚這很離譜欸 這真的很離譜欸 欸你各位跟我錄影的時候 我們樓下的警衛都還審核你們身分欸 那你們是真的我們交出來的來賓 所以你們才能進這個攝影棚跟我錄影欸 還有你們的言論如果莫名其妙都會被我剪掉了 在這裡我承認我是很強勢的主持人跟製作人欸 可是他怎麼可能一個新聞台怎麼可以放給新華社的進來控場 然後指揮下令要怎麼做 也難究新華社的人壓根就是這個新聞台的大老闆嗎 對所以他已經是自己知道已經要出事了 趕快跑掉 所以趙博這個人已經出境了 但是新聞NCC要硬起來陸委會要硬起來 未來新華社所有的記者申請應該都予以取消 應該予以不準嘛因為你已經犯規一次啊 我要更講的更嚴格的是說 不只是新聞的自由的問題NCC的問題而已嘛 包含整個國安單位美國早在七年前就知道 中共是如何透過你的媒體自由來進行滲透嘛 所以美國在七年前國會就已經提出說要 美中經濟及安全檢討委員會裡面提出說 中國的國營媒體涉入間諜及宣傳活動 應該要求中國的國營媒體在美國的員工 要登記為外國代理人嘛 所以美國訂了一個叫做外國代理人法 什麼叫做外國代理人就是這些來台灣的記者 所有的行蹤包含你的身份包含你的所謂的住址 包含你的財務都必須公開透明的跟美國政府交代 這個叫做外國人代理人法來控制 甚至是美國的聯邦調查局針對這些人尤其是中國的這些人 都予以監控予以看他們有沒有進行所謂的犯罪行為嘛 所以台灣現在雖然是媒體自由 連中國的媒體都予以高度的自由可以來申請來入台 但是未來對於中國這些媒體的記者是不是應該予以監控 因為畢竟對台灣來講最大的敵人是中國 而中國對於台灣的滲透一定勝於美國嘛 所以未來立法院裡面要不要也增訂所謂的外國人代理人法 尤其針對中國的媒體的這些前來台灣的人士 都應該予以監控跟監督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